歡迎大家來到米高店換大本型,我是Michael 對上一次就有介紹過Con OPS 這款前端介面遊戲合輯 雖然得出來的反應都很正面,但仍然有一些問題 例如有部份玩家反映,希望能夠支援MAC系統 除此之外,亦都有人反映自己的電腦效能不足 而最多人投訴的就是遊戲太少了 所以今次我想介紹的就是這款名為 1TB Fully Loaded Betasara PC Image Super Clean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米高店換大本型需要有你的支持 這款擁有1TB容量的Betasara遊戲系統合輯 除了比較舊的主機遊戲 還有為人所熟悉的復古遊戲平台 包括LeoGeo Game Boy全系列 Megadrive N64 Megadrive 紅白機 Game Gear Wonder Swan Wonder Swan GamCube 超級任天堂 作もう一中國一個地 Gabe faktiskt想輸出不願意四季 ар駕駛 讀 stamp Kouka GamCub Betash 3 3 PlayStation 1和2 Master System PSP Gym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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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n Gym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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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数多达12000款 由于Betazara是以Linux为基础的作业系统 现时能够在不同的开源主机以及PC和Mac运行 而因为Linux系统拥有轻巧的优势 所以令到游戏运行更加畅信 在配置比较低的电脑仍然有不错的效能表现 这款SuperClean游戏合辑早已将Betazara系统整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要做的非常简单 就是要下载专属的销录软件 将档案消录到USB随身碟或USB硬碟 然后再用这个USB装置作为开机碟 提供Betazara游戏系统 档案的种子可以在这个页面找到 由于档案比较大可能需要用上两天的时间 另外亦要下载那个叫FIX的修正档案 另外电脑方面亦要预留至少2TB的硬碟空间 我们在Windows的Icon位置右键滑鼠 选择磁碟管理 如果你是用Mac本身亦有相关的磁碟工具 然后我们找到接上了电脑的1TB USB硬碟 请留意硬碟空间的情况应该就好像影片里面 如果你的硬碟是有用过的话 可能就会有2-3个残留的分割区 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手动删除USB硬碟的分割区 之后我们要将硬碟格式化 在这里要留意如果你只是打算用PC启动的话 就可以选择NTFS格式 但如果你同时打算用PC或Mac来启动 就需要选择Exfect格式 以上的步骤其中一样做错的话 硬碟就会很大可能开不了机 一定要留意 档案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也可以点击这里看到硬碟的基本资料 检查了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按执行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rebook电脑 视乎底板的规格 我的电脑就是按F12 就可以选择开机的顺序 如果没有出现USB硬碟选项 就可以入底板的BIOS设定 我们要关闭Secure Boot 另外要开启Legacy External Device 选项 如果你是用Mac的话 开机的时候按Option或Alternic 应该就会有选单 可以选择在哪个硬碟开机 成功推起Betazara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Space 就有各种详细的设定 我们首先就要设定连接手制和无线的网络 在这里虽然选单就可以选择设定为中文 但部分的操作可能会出现连码 所以建议就尽可能使用英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指着游戏的名称按A键 就可以看到额外的选项 在这里可以设定模仪器 图像设定等等 但我们首先要快速了解Betazara 即使用Betazara的实际操作 以及系统的Bug修正 在选游戏画面按Escope 就能够返回第一页 而按F1 就能够看到Betazara的实际档案位置 如果你有多一台电脑 可以在Windows的左下角图示 按滑鼠的右键 键入两斜动Betazara 就能够通过Share资料夹传送资料 如果你只有一台电脑 也可以设备USB随身碟 在Betazara抄资料进去 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修正 才能够令到所有模拟器都正常运行 在上方输入斜动VAR路径 然后进去Run的资料夹 在里面建立一个名为EVM APY的资料夹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Alturnica F4 再次推出 留意这个案件组合在推出游戏时 是经常会用到的 如果推出游戏失败 再按多一两次 或者配合Alturnica TAP 反复尝试 另外之前下载的Face檔案 解压之后 将相关Naomi资料夹内的内容 直接覆蓋Room内的Naomi的游戏 以解决玩不到游戏问题 留意旧资料夹内部份有空白图示的檔案 因为跟新档案作名 可以先自行删除后 才进行抄写 另一个GameCube资料夹的内容 亦都一样抄到Room的GameCube资料夹内 而Alturnica的内容 就抄到Image的资料夹内 最后 比较可惜的是V的游戏方面 因为Betazara和海豚模擬器有冲突 导致手柄的设定没办法设定到搖房的参数 几乎需要搖房的游戏都没办法玩 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支援Classic Controller的游戏 或是格斗、赛车、战棋类的游戏都可以 如果用真实的V控制器操作 就完全没有以上问题 另外提醒 唯独是玩V的游戏 一定要先在游戏名上 长按A键进行设定 选择正确的操作方式 例如直向还是横向操作 单手还是双手等等 不过选择好正确的设定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记录下来 不用由头设定 虽然这款Super Clean的盒辑是有一些瑕疵 幸好大部份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提醒虽然系统有自行更新的功能 但这样就有可能破坏作者制定的游戏环境 所以请关闭这个功能 另外如果你是打算用Mac机来启动 部分Mac机可能会出现无声的情况 可能需要USB外置音效卡来解决 总括来说 Super Clean虽然下载和制作硬碟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小问题 但它的简约风格和丰富的游戏收藏量 非常令人赞叹 亦令到以上的缺点显得微不足度 最后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能够成功玩到这款近乎 游戏图鉴级的巨作 今集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这条片有用 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这个铃铃 以便一有新片系统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游戏消息 好 OK Reports ini 우와 铃铃